今天买点鸡爪 家人们没想到冻品也这么贵 28块钱已经11个花了我21块8 回家洗一洗 因为这个冻品也不知道冻了多久了 咱们多洗几遍 白白嫩嫩 然后给它刀一刀 也不用这么切 就是把这个指甲修剪一下 鸡爪做得蛮好吗 我也感觉我做得蛮好的 鸡爪修好了 放在锅里面加点生姜 让它焯水 再来点料酒 这个时候再切点葱姜蒜辣椒什么的 这边焯水焯好的就省起来 用水冲洗冲洗 材料都准备好之后 咱们就起锅烧油 加入生姜花椒和干辣椒 再来几坨剁 将来一坨两坨 这个油炸的 扒几下 更大了赶紧倒入鸡爪 这个油脸子大得好可怕 快跑吧 怪我怪我 没有给鸡爪干水分了 对对对 赶紧扒几下扒几下 来点生抽 又可知道 又可知道了 赶紧行 加啤酒 加啤酒 我的天了 炒个菜差点破了相了 再加点水 终于清净了 盖上盖子 让它焯个二十分钟再开 这个水已经焯了一半了 加入蒜 青椒 再来点盐 难得 翻几下把它放得均匀一点 这个水还挺多的 再盖上盖子 焯个几分钟吧 焯五分钟看看 这个水是差不多了 不知道烂了没有啊 快点积一下看看烂了没有 气不动啊 不行不行 再加点水 让它再多焯一会儿吧 还是平时弄鸡爪弄得太少了 我应该直接放在砂锅里边 把它喂烂了 然后再捞起来 放在锅里用调料炒 跟弄猪蹄 那才是对的嘛 就现在这样开开接客开开接客 煮半天真是烦死了 好了 现在又煮了十分钟了 差不多汤汁也受干了 再积一下看看 记得了吗 可以了可以了 好好好 撒点小葱 再翻几下 咱们就起锅 神起来神起来 终于好了 这个颜值怎么看着不怎么样啊 再给它丢点小葱上面 这样看的就好多了哈 尝一块看看 看这个鸡爪怎么样 味道还可以哈 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 但它是香辣入味 一个字 好吃 那我今天做的这个红烧鸡爪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家人们